2003年12月13日,在提克利特的一处不起眼的农庄中,美国大兵在紧张地进行搜捕,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原来是萨达姆藏身于该农庄的一处隐蔽的地窖中。 为什么高高在上,身为一国总统的萨达姆要隐藏在一处地窖中呢?又为什么不逃往海外而是选择赴予顽抗呢? 这一时糊涂还是迷之自信呢?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破解萨达姆的逃亡之谜。 新来的朋友请多多点赞关注哦!我们将时间退回到2003年3月20日,以美英军队为主导的联合部队发动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通过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推进,希望速战速决。 此外,还向伊拉克主要城市和港口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500余枚,各类京区制导导弹2000余枚,旨在摧毁伊拉克的战争潜力。 2003年4月8日,美军坦克攻进巴格达迅速占领了萨达姆城,战场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面对美英联军的进攻,萨达姆号召伊拉克军队和百姓采取同归于尽的袭击方式,但人民并没有支持响应这一号召。 在劝说无果后,萨达姆本人极其亲信不得不藏匿起来,是迷之自信还是意识糊涂? 其实,萨达姆是有很多次机会逃亡国外的。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小布什通过电视演说,要求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乌黛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否则就将采取军事行动。 这时候的萨达姆还是有一点自信的本钱的。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其总兵力达到42.9万人,其中陆军37.5万人,拥有主战坦克2200多辆。 包括T55、T62、59式、T72等。 牵引火炮1900多门,自行火炮150门,火箭炮500门,直升机500架,海军总兵力2000人。 近海巡逻战斗舰体6艘,导弹护卫舰1艘,扫雷舰4艘,巡逻舰5艘,后勤支援舰3艘,空军3.5万人,攻击机130余架,战斗机180架,轰炸机6架。 另外,还有侦察机、预警机、教练机弱干,防空部队17000人,高射炮6000门,地空导弹弱干。 但从其武器装备来看,还是与美军有周旋之力的。 另外,萨达姆迷之自信地认为,人民群众会拥戴自己,并通过游击战争托垮美军,从而获得最终的胜利。 但他没有获得最终胜利,而是成功被第一次打脸。 原来,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中兴局CA间谍就悄悄潜入伊拉克,对共和国卫队军官进行劝项。 而这些萨达姆认为,最可靠的下属被超模和美军的诱惑下纷纷投诚。 其中,就包括离萨达姆最近的保镖。 在战争中,这些军官要么直接遣散士兵,要么直接向美军投降,要么迎接美军的到来,还有的直接通道美军的先锋。 萨达姆第二次可以逃脱的机会是在美军攻陷萨达姆城,与亲信隐匿逃窜的时候。 这时,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踪迹,可以很容易地逃往任何一个反美国家,继续享受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 但萨达姆仍然没有这样做,而是前往老家提克利特农庄的一处地窖中躲避。 我想,其一,他不想放弃这努力半生而取得的成果吧。 其二,便是在国内仍有大量支持者。 萨达姆虽然进行独裁统治,但在他就任总统期间,经济、国防、军事得到飞快发展,社会福利大大提高, 失业率为历史最低点,人民生活瓶颈,其三便是隐藏的军事势力。 萨达姆在逃逆期间仍然指挥军队,积极反抗,打游击战。 其中还有大量武器装备,比如在沙漠中隐藏的数百架先进战斗戏。 其四便是迷之自信,认为躲在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 相信自己老家的人民群众会支持自己,保护自己。 其五恐怕就是想在拖垮美军之后,或者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后,方便政变继续上台执政。 但很快,萨达姆就因为他的迷之自信受到第二次打脸的快感了。 萨达姆的一个老乡也是他的亲人,在被美军逮捕后,非常豪爽地向美军透露萨达姆的行踪。 因此,萨达姆很快被美军逮捕。 在2006年11月5日,萨达姆被伊拉克当局审判,并被判处绞刑。 12月30日,一代枭雄就此落下帷幕。 伊拉克人民对萨达姆的爱恨情仇 1931年4月28日,萨达姆·侯赛因出生于伊拉克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年幼时,父亲就离他而去,在他叔父的庇佑下长大。 萨达姆自有生活困苦,让他对于当时的亲英政府极其不满,于1956年加入激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在入党仅两年,萨达姆就已经担任地区机构副书记职务,并于1958年参与刺杀费萨尔二世行动。 1959年10月7日,又参加刺杀共和国总理行动,因行动失败被抓。 在1960年2月25日,被伊拉克政府判处死刑。 萨达姆不得不踏上海外逃亡之旅,先后到达叙利亚、埃及,并参与复兴党组织的各项活动。 由于表现突出和自身的努力,有幸进入开洛大学法学系学习法律,这也为其以后的执政之路奠定基础。 1963年,伊拉克国内的复兴党通过政变推翻卡塞姆,夺取政权。 萨达姆荣归故隶,并担任重要职务。 这个时候的萨达姆还是那个以复兴国家为目标,为人民谋幸福的有志青年。 他极恶如仇,积极批判举报党内的腐败行为,还险些背上。 但或不担心,由于复兴党内部的各种问题使阿里夫有机可乘。 于1963年11月发动政变,推翻复兴党。 萨达姆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不甘心失败的萨达姆再次秘密重版伊拉克,但在1964年不幸被捕。 两年后越狱成功,再次回到伊拉克怀抱的同时,萨达姆也成为复兴党的第二号任务。 1968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再次通过政变,夺得政权。 萨达姆开始真正进入权力核心,担任国家内部安全事故主管。 1979年,萨达姆成功竞选为国家总统。 在担任总统期间,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利用石油获得大量美元外汇,促进伊拉克国防军事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防止伊拉克分裂,伊拉克境内教派矛盾、种族矛盾、积极矛盾尖锐,随时面临分裂的风险。 还曾大力推广社会福利,让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通过海湾战争和两伊战争,收复失地,提高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加强国防建设,促进军队现代化。 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俨然已成为中东小霸的存在。 但他却在执政后期,交涉淫逸,不体恤民众疾苦,还想实现家族式统治。 在萨达姆的操控下,乌戴掌握国家媒体,酷塞通领共和军。 乌戴甚至被制定为接班人,显然是把国家公器当作家族资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无数的伊拉克民主人士通过建议或者政变来推翻其独裁统治。 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而是残酷的镇压。 萨达姆还极会享受收服,24处黄金宫殿,宫殿中的手枪、手表、马桶、餐具全部是用纯金打造。 锦美军在他的宫殿缴获的黄金就高达30吨之举,至于他的情人就更是数不胜数。 锦明媒正确的妻子就有四位,情人更是一个未知数。 这样一个将国家视为私产的独裁者又怎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战后的伊拉克 萨达姆在死亡前曾说,失去萨达姆的伊拉克将一文不值。 事实也正如萨达姆所说,2011年12月15日,美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举行降级仪式。 这标志着历史九年的伊拉克战争正式落下帷幕。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曾对他的士兵说,你们将非常自豪地离开,你们的牺牲已经帮助伊拉克人民开始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但事实却是这场战争导致超过十万伊拉克人死亡,让数以千计的幸福家庭变成孤儿寡母。 战后的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几乎全被碎毁。 以前让伊拉克人民引以为傲的国防军事力量更是遭到毁灭性打击。 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开始逐渐抬头。 原本统一的伊拉克又面临着分裂的风险。 此外,伊拉克人民还要经受恐怖主义的威胁。 战后的伊拉克只能用满目疮痍来形容,用从天堂到地狱来形容伊拉克的人民也毫不为过。 谁可在周亦可复首。 萨达姆不体恤百姓,不去倾听百姓的呼声,只知一味地贪图享乐,玩弄全数,成兵独武,甚至国家示威私产, 必将受到人民的唾弃,必将被淹没在人民的浪潮中。 国家强大才能使人民幸福,人民幸福亦可使国家富强,唯有立足于人民,倾听人民的呼声,才能治理好国家。 欢迎观看这期视频,下期再见哟。